《聖靈充滿》的第五課,是講到關於聖靈充滿的經文 就是《士團傳》二章一節,十七節 這裡我會先讀一部份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飆灌煩惑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而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做而目,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飆灌我的徒人和侍女 他們就要說而言 這裡講到在末後的日子,神要將他的靈飆灌煩惑的 當然聖靈是不會飆灌那些不信耶穌的人的 所以這裡的意思是,神是想所有的基督徒都會被聖靈充滿 而它是有定義的,就是定義聖靈充滿是什麼意思呢? 聖靈飆灌,飆灌就是神,從神的角度來講 將聖靈淋在我們的身上 那麼它有講出的跡象,就是呢 你的兒女要說而言,見異象,做而目 我要將我的靈飆灌我的徒人和侍女 他們就要說而言,所以這裡是講到 聖靈充滿會帶來的火候 它的定義就是會帶來呢,有說而言,見異象,作而夢 就是講到呢,是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聖靈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那麼另外在《葛林多前書》十二章呢 也都是列出有些超自然的聖靈的恩賜 就好像醫病啊,行義能啊,便結株靈啊,雪語言啊 還有呢,雪方言,番方言 就是這些比較超自然的恩賜 那麼我們就看到呢,就是說有些人認為 我已經有聖靈工作,的確聖靈工作是有 所有基督徒都會經歷到的 所有基督徒呢,會經歷到的就是會 聖靈會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叫我們知罪啦 然後呢,又會叫我們有信靠耶穌的心啦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所以這個呢,就是聖靈會感動人信耶穌啦 聖靈都會更新我們的靈命 那麼這些呢,是所有基督徒都會有經歷到的 那麼,而這裏所講的呢,講到呢,是 標冠,還有呢,在《雪倫傳》第二章 跟著記載的呢,就是聖靈充滿當時那幫的信徒 那麼那幫信徒呢,就跟著就說謊言了,講謊言 那麼這個呢,就是一個比較超自然的情況 那麼,而彼得就說,這些呢,就是應驗聖經的預言了 這個預言呢,就在《若爾書》的,講到呢,神要將祂的靈 就是要挑冠凡有血氣的,而當日就在初期界會呢,應驗 那麼所以呢,這裡講到不僅是有聖靈的內住 和聖靈的感動,是會有聖靈的充滿 以至呢,是會有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其實所有聖靈的工作都是超自然的 就是叫人配改信主,生命更新,都是超自然的 但是呢,通常來講,很多教會就比較接受這些 但是對於其他的神職歧視呢,他們就會難些接受 所以我們將它分開為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而這裡講到呢,就是建議像《雪倫言》建議像作業 那有時候有些人說,我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恩賜呢 那其實呢,每一個基督徒呢,在經歷聖靈之後 是更多領受神給他的信息的 那有些人呢,真是很強的,這方面的恩賜是很強的 那我自己來講呢,就是我領受的恩賜呢,是最強在這方面的 我最強的是在聖靈更新,我賜給我教導 還有呢,按手祈禱帶來人的聖靈充滿 還有呢,在聖靈充滿上教導人 帶來人怎樣的靈開通 那我自己是隨時一祈禱,馬上有神的喜樂能力流過的 是可以感受到的,這個是比較強這方面的恩賜 但是其實我一樣有這些領受神的帶領啊 強烈的恩賜的,當我經歷了聖靈之後呢 是很明顯神就給我一個清楚的方向 就是想帶更多人呢,去經歷聖靈,靈寧更新 還有給神去使用的,那我也會領受到很多的教導呢 神會感動我,我領受很多的教導呢 都是很specific的,就是很指明,很細緻地形容 怎樣處理罪啊,處理負面思想情緒啊,處理人際關係啊 有很多方面呢,神都教導我,讓我能夠很具體地幫助人 那我很多謝神給我這些的教導 還有給我一個方向呢,是希望預備更多人 預備耶穌的翻譯,興起更多的精兵 那這些都是領受到異象,即是說一個方向啦 那而我雖然不是難見到異象,但是我心靈裡面呢 是有些異象呢,怎樣帶動更多人更新的 而信息上,說語言也都是,就是我所領受的 就是好像,將聖經裡面所說的,活後的時候會發生的事 我看到現在是怎樣應驗,我都看到是我們基徒應該做什麼 有什麼可以影響這個世界,那而有些人呢是特別強這一方面的 那而我也都深信呢,在真是大壁伯的時候呢,大災難的時候呢 我們會領受更加強的,因為耶穌說到呢就是說 你受被人抓去審判的時候呢,你不用思慮說什麼說話 因為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所以我深信這個恩賜呢 到大災難的時候是會加強的 而且在大災難的時候呢,所有要買東西吃的人做買賣呢 都是要有受了受印記和拜壽的 而所有拜壽和受受印記的人呢都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基督徒如果是想保持在神的救恩裡面 一定不可以去受印記買東西吃的 那麽的時候,那麽如果是正常的,那麽應該那些基督徒很快死了 但是在啟示錄呢,講到在這個大災難時期呢 基督徒依然呢,他們勝過魔鬼呢 是靠著羔羊的保險,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那所以呢,我們看到呢就是,在大災難那些基督徒就馬上死了 就是說神會帶領他們怎樣回答那些迫伯的人 也都會帶領我們怎樣去賺錢呢 那麽這些都是非常之寶貴的,那麽我自己都經歷過 有些人呢是不認識我的,一看到我就說 想為我祈禱而講出我當時是被迫伯,受迫伯 那麽很明顯的,很明顯是收到聖靈的指示 還有聖靈,我其實有不同的情況都有經歷過這件事的 有一次我宣教的時候,有一個同工,他是 這方面他是比較強的恩賜的 那麽我們一上一部車,因爲當時他叫我們上車去機場的 但是同時他又叫了另一部車,另一部車的出來 那麽我找了整個大堂那裏,那麽我們就沒有想到他是叫兩部車 那麽他們就叫飛機場的出來,那麽我就馬上出去 怎麽知道出去的時候呢,上了那部車,那麽我那個同工 立刻走到一半了,我們放下行李走入那個車的一半 他就說耶穌說這部車不是去飛機場的,那麽根本他沒有任何跡象的 那麽我們問那些人,他們就說這部車是另外一部車 那麽就是當時來講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跡象 那麽所以這個同工是真的收到神的給他的信息的 那麽所以在今天我們都會收到這些信息的 而我們越是安靜等候神,放下所有的煩惱重担 多些時間去愛慕神,去想到神的美善,留意聖靈 給我們的感動,那麽就可以慢慢變流這一種的恩賜 加強這一種的恩賜 那在這方面有沒有人想問問題呢? 就是關於這一方面的恩賜,有沒有人想問呢? 我有問題,但是我是關於那個經文的,我可不可以再問 好,你講吧 那他,恩 他說日頭要變黑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就是主大而明的日子未到以前 那這一樣東西其實,是不是長時間,日頭變了黑暗 是長時間的? OK,其實我未講到那裡 那我跟著會講下去的了 不過我首先問一下大家 因為這個經文就講到那個 什麽時候發生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就是關於對於先知性變異像 作而夢這件事,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牧師,實在這些異像呢,都沒有分少年人和老年人 所以所有的人都會是建異夢啊,建異像啊,作異夢啊 建異像啊,作異夢啊,是吧? 就是這些為什麽要分少年人啊,老年人啊,這樣呢? 還有呢,就為什麽要分佛人士類 佛人士類,我就明白啦,因爲他們要廣道啊,佛人士類啊 那什麽少年人、老年人,異像和異夢都應該大家都可以有啊 爲什麽要指明呢? 還有現在有沒有先知呢? OK,好,那我現在回答呢,關於是不是就是少年人 就更加容易有異像,老年人更加有異夢呢? 那有可能都是的,也都有可能這個只是一種語言的方式 就是有時候文字的方式,有時候就說呢,比如說少年人會這樣 老年人會這樣,是一種語言的方式 也都有可能是現在的少年人呢,更加容易看到異像 就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我又想講一下呢,有些地方呢,他們就訓練人去聆聽神話 那麽就有些上一輩的人,就是我們這一輩 比較已經是成年人的人,那麽他們呢就 在經歷聖靈的路呢,是比較慢的,就是在初期那時候 有些是比較慢的,那麽但是有些後來呢,經歷呢,就比較快喔 就發現呢,很多年輕人呢,小時候呢,就很容易領受到神的聲音 那麽這個,建議像這樣,那麽這個可能就是應典這一樣的 就是說,真是呢,神是可以將這個恩賜更大一次給少年人 那麽所以如果有少年人,譬如你們家裏的有小朋友呢 不要小看他們,帶領他們多去愛慕神呢 有可能他會更加容易領受到神的信息的 那麽,就是可能會見到更多的儀仗 那麽我們,就是這個有可能是真是講到 少年人比較容易有這一方面的恩賜 那麽這個我第一回答了這件事了,那麽這個呢,我們是 可以說,照字面解,就應該就是說少年人更加容易見到儀仗 老年人更加容易見到儀夢 那麽,另一種看法就是絕對性的,就是絕對 少年人才看到儀仗,老年人才見到儀夢 那麽這個絕對性的解釋呢,那麽其實,我自己來說呢,我覺得 雖然我們好像從經文沒有一個很結論性的結論 到底是怎麽樣呢,但我覺得不重要的,為什麽不重要呢 那麽他收到儀仗、儀夢,那麽分辨是不是準確的 是不是從神而來的,是不是 我們怎樣分辨從神而來呢,是不是合正經呢 是不是對於他們的情況是有幫助呢,有帶領他們 發揮他們的生命呢,提升他們的生命呢 就是說是第一,合乎聖經的 那麽第二呢,就是會幫助他們實際的情況的 或者是會提升他們那個情況的,那麽的時候呢 起碼它是合乎聖經的,有高的可能性是出自神的 那麽但是有時候有些是預言,就是譬如見到將來的情景這件事呢 有時候我們都要等到將來才能夠肯定的 那麽也都看過人,就是譬如有些人呢,他們真的收得很準確的時候呢 那麽我們未發生的時候都可以相信那件事真的會發生的 那麽這個需要分辨,但事實上真的 那麽真的是,在這麽世界上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是很心急於有,異仗啊,語言啊這些那麽東西呢 有時候他們,就是說出那些語言,就是真的沒有認意的 那麽這麽我覺得是非常的可惜 那麽還有我看到有些先知呢 就為了錢去推廣 怎麼可以得到多些錢 做些聚會 那些人就時時在那裡 就是很多人追求 就造成一種氣氛 大家都想先知跟他講一些東西 而我發覺很多先知說的東西 其實是聖經講了的 比如說你愛主 你配改靈聚 你遵從其他事情 這些聖經講完我們不用先知告訴我們 先知的作用應該就是指明 我們有些什麼需要處理 或者我們怎樣向前去 怎樣發揮生命 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怎樣發揮生命 怎樣帶來復興 成就神的心意 就不只是滿足個人的需要 而個人的需要 我們深信當我們聽神說愛神的時候 神就會供應我們 以及為我們開路 但是有很多人就為了個人的 個別的需要 比如有些人很緊張結婚啊 很緊張找不找到工作啊 之類呢 其實這些呢 我們應該是找先知去給我們答案 因為聖經說了你先求神的國 你一切會加給我們 那這個是變成一種風氣啊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呢 是為了得到錢呢 而自稱為先知的 其實 很多奇怪的教導啊 譬如有人呢 就自稱為 活後那兩個見證人 其中一個見證人 我真的覺得呢 兩個見證人 每一個出現先 一個不出現 那還有呢 他真的不是應驗聖經所講的語言 他只是說有一次他就去 我看到他的影片 他說呢 語言那裡的地方會下雨 那裡的地方是沒有雨下的 那然後呢 他就拍那個影片呢 他就走出去 他就說啊 我摸到一些雨了 但是 這種這樣的情況 他就說啊 我現在宣告這個地方要開始下雨 那就只是他的手摸到一些雨 那些人都 就是看不到是有下雨的 那我覺得這些呢 真的不是足以 顯示這個就是 那兩個見證人之一 但是因為他們為了出名 為了好像他們呢 成為一些偉大的人物 而追求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很可惜很可惜的 那所以呢 在 就是我們要分辨先知 就是不要是先知的信 那是要分辨的 那另外一座就是 有個提問就是說 是不是現在都有先知 這件事情存在 我自己就經歷到見到的 還有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是有的 那這個經文呢 講的時間 但是我自己經歷到的 譬如我那時候在 有一次聚會有一個 廣道的人 帶領聚會 那他就是先知聖的 那他 整班人坐在這裏 很多人坐在這裏 他就是看著我 跟著我出來 他就告訴我 你將來會去列國 去宣教的 那當時來說是根本 沒有可能的 但是呢 後來真是應驗 這件事是 就是我真是有這個心 而後來有機會 因為起初的時候 以前那時候是沒有這個機會的 他真是當時說是發言 說出將來會做這件事 那在19節開始呢 就講到那個時間性 那首先這個預言 這個經文應驗的時候呢 就是《士道人傳》 二章十七節那時候呢 就是他們聖靈降臨了 他們就被聖靈充滿 被聖靈充滿之後呢 然後彼得就說 應驗這個預言 那所以 這個是經文應驗 神的靈願僑滿凡有血氣的 是在初期教會開始 那這個第一就是開始了 那然後呢 下面講到的呢 就是講到末後的時候的 在天上我要顯出歧視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後要變為黑暗月亮 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呢 就是耶穌回來的日子 之前就會有見到這些 天上的歧視 地下的神跡 血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後要變為黑暗月亮 要變為血 這個是講到末世的時候 會發生 耶穌也有講到的 在馬太二十四章的講到 在災難的日子過頭呢 就日後要變黑 那麼就 在那個時候 耶穌要降臨的 所以這個 就是這個經文所講到 聖靈要僑貫 凡有血氣呢 就是由初期教會一直到世界末日 而在這段時間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所以是講到 凡是任何人在新約時代 信靠耶穌做救主 求告主名的都會得救 所以那個時間性呢 就是由初期教會一直到世界末日 耶穌回來的時候 都會有先知這件事 那是 即是先知這件事 其實是有很多的 除了我個人的經歷 都有很多人呢 他們是有發出的預言是準確的 不過也都 我們說也有些人呢 發出的預言是不準確的 所以我們是要分辨的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 真是 就是任何人有這些因事 一定要很小心去審查 不要那麼急於去講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造成一些不好的見證 那其實 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可惜的 我看到聖靈充滿 真的有很多人很熱心去傳呼 這個是真是發生的事的 很多人呢 就帶著聖靈的能力去宣教 這個是真實的事來的 但是同時也有些人呢 就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就去做一些 不好的事 不合復正經的事 我覺得 就是 所以耶穌說有 墨子有弊子 就是有些人就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呢 會做一些很離譜的事 就是羞辱神的命的事 那我真的覺得是非常之分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墨師 我都遇到有個先知 我有一天經過方舟 看到有些人敬拜 只有七八個人 是我的教會的人 有些弟兄 那我走過去敬拜 那 誰知道突然間 就走了一個麻眼的牧師出來 他竟然這樣問 他說 你們這裡敬拜 有什麼叫David 我嚇了一跳 他又不認識我 我又不認識他 為什麼他會知道呢 那我覺得他也有些先知 這些算不算先知的功能 只有七八個人 你說我是不是Paul 比較高的 是啊 是啊 他是叫Pastor Pastor Paul 他是麻眼的 他在新加坡的牧師 你也認識他 是啊 我認識他 是啊 他有些先知功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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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真是我們 他現在又會回到新加坡了 嗯 嗯 OK 他那次來馬灣 嗯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想問呢 阿牧師 怎樣去分別 那個 那個 什麼先知的真假 我來說 我就覺得呢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的教導 和驗證 就是驗證他所說的語言 是不是應驗呢 是 就是 他的教導 是不是合闊聖經 他是不是就是 只是想 得到人的奉誠 得到錢 因為他真是有一個 祝福人的心 還有呢 他所說的語言 是不是應驗 那我自己就會說 我聽到先知呢 我不會第一 就說啊 先知喔 我一定相信他 我不會這樣的 我是會 去分辨的 就是我 那我會 將他講的話 參考 就是 先知我們不是去藐視 但是呢 我會參考 他所講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 參考 這個是我 我會有的 態度 和方法 就是 有些人 就一聽到先知 就馬上走去 就是很 非常之嚮往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 聖經說了 神會跟我們說話 但是先知是可以領受更清楚的指示 是 或者 怎樣 帶領一個群體 怎樣走 在神的路上 那麼 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很寶貴的 那麼 但是呢 有些先知就是為了他自己的名字 那麼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時候 我會 我會是 更加小心的 我自己不會特地去找先知的 但是我覺得 我周圍的聖經展會 如果他有領受的儀仗 業務 或者是見到一些 聽到神的聲音的 那麼我就會 鼓勵他們去發揮 和我們一起去尋找神 尋找神的方向 就是我會這樣 但是如果我遇到先知 我是會 都會珍惜和分辨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什麼想問 各位 牧師聽到 聽到 我想問一下 聖靈充滿 以及接受聖靈的浸 有什麼 很大的分別 我自己覺得聖靈的浸 或者聖靈的洗 應該是第一次的聖靈充滿 應該是 因為 聖經裡面 之前也有經文 有人講到就是聖靈的洗 那就是 善良傳一章五節 約翰要用水施洗 但不多幾日 你不要受聖靈的洗 這裡講到 初期教會的聖靈子會 不多幾日 要受聖靈的洗 就是他們大大被聖靈充滿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他們被聖靈充滿 就是好像一個洗禮 有一個水的洗禮 有一個聖靈的洗禮 所以應該就是一個被聖靈充滿的開始 然後 《士囊人傳》十一章十五節 講到 《彼得》一開講 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 正如當初降在他們身上一樣 就想起主的話 就說 汗用水施洗 但你不要受聖靈的洗 那就是講到 就是說 他們即時就受了聖靈的洗 所以 由這個經文 就看到 應該聖靈的洗 是指一個 開始 被聖靈充滿 就是好像 有一個洗禮開始 那樣 但是呢 我聽周金凱牧師 他的分享有少少不同 其實他應該是想煮一段時間 我相信他都受洗 然後他就說 當他接受聖靈的洗的時候 他的生命全部都被改變 而且他感覺到神的靈充滿他的時候 真的接受聖靈的洗 所以整個人很火熱 還有整個靈命都被改變 不是普通 很難一次換一次的 普通的聖靈充滿 是整個生命 因著這個洗禮 聖靈的洗禮 被更生被改變 而且很火熱地去跟隨主 我覺得好像有比喻 你說 普通我們接受地上 牧師為我們的洗禮 不是水上水禮 我是說聖靈充滿 就是我講到水的洗禮 和聖靈的洗 我不是說洗禮那個洗 你聽聽我講 有水的洗禮 也有聖靈的洗 就是聖靈充滿這個人 你說周木師那個情況 就是他被聖靈充滿更生 就是我所講的 第一次被聖靈充滿 信徒不是每個人都被聖靈充滿 有些人在信耶穌 立即被聖靈充滿是有的 但有很多是未被聖靈充滿的 那這個第一次的聖靈充滿 就是聖靈的洗 我看的經文就是這樣 這樣看法 但我看到很多信徒 只是接受了地上的洗禮 就是真的接受 水的洗禮和聖靈的洗 是兩件不同的事 我意思就是兩件不同 我意思就是 多數的信徒 只是接受了其中一個 但是聖靈的洗 你第一次的洗 就是不太多 是不是 因為聖靈充滿 是一定要 付出時間去親近神 渴慕神 或者在聖靈充滿的聚會 經歷到聖靈以後 他要保持 他才會持續有聖靈充滿 的 的確在聖靈的聚會 是更加容易被聖靈充滿的 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次的聚會 是安卡諾在南美洲來的 暴徒家衛學按手的時候 就即時經歷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愛 但是我立刻保持 但是我同時也有些教友 同時經歷了 但是他們有些之後 是沒有什麼再經歷的 就是他們沒有欣賞 珍惜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 就是不保持 沒有保持 而且我們應該追求聖靈充滿 但是我又不是叫你們 走去聖靈充滿的聚會 就去經歷 其實在我們集體愛慕神 是可以越來越經歷神的 用心靈誠實敬拜 愛慕神是越來越經歷到聖靈充滿 是越來越充滿就可以了 但是那種充滿呢 就是聖靈充滿的聖靈充滿 好像更加強烈 有些人好像說電擊 就是這麼強烈的感覺 就是跟聖靈充滿 我們有些人都是有這個經歷的 就是這個 就是聖靈充滿的經歷 有很多聖靈充滿的經歷 都是類似的 都是經歷好像電流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愛 很大的更新 這個是可以經歷的 當我們投入 而很多人就說 很難經歷 其實我跟一些人說 我說你祈禱的時候你發覺身體嚴重 這個是聖靈的臘災 聖靈的根據就是說 約翰見到榮耀耶穌 他跌在地上 本來也是 那就是說神強烈的同在 人可以頂不住的 影響就是聖靈的臘災可以影響人的身體 而沒有那麼強烈的時候 身體可以移動 所以我就說 當你愛慕神的時候 親近神的時候 你發覺身體移動 你就投入 越投入 發覺那個移動越強 就是證明 是聖靈的同在加強 很多人就不懂得珍惜這件事 或者經歷到喜樂 那麼我叫很多人 你從心底處 好像將心靈的深處 完全向神傾倒 那麼一個方法就是 呼叫耶穌在這個心靈發出 多謝耶穌 哈哈你女人 哈哈你女人 就是由心發出 那麼就有些人 即時經歷到喜樂 就是他的靈開通 開通 他的靈就跟神開通 那麼他就有些即時經歷喜樂 是我試過很多很多次 那麼我也鼓勵很多人 這個方法就是 從心靈發出 對神的愛慕 去呼叫耶穌的時候 聖靈可以更大的臨在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個方法 可以經歷聖靈更強的 那麼我想說呢 就是因為 在有些聚會 真是 有些報道家 他們真是很追求聖靈充滿的能力 所以他們用很長時間祈禱 還有他們很多集體祈禱 那麼這個 我也講過這個不是我的呼召 因為如果是我的呼召 我就 我就不是教導 因為我主要是教導和訓練 但是我也是有帶領人去經歷聖靈更多的 那麼如果我想是 純粹是幫人經歷聖靈更多 我就會天天都是 但是我只是用時間去訓練 聖靈充滿 找一些頂子會 不斷地進去祈禱 但是因為神呼著我 在教導和訓練 所以我不是這樣做法 那麼有些人這樣做法呢 他的而且聚會那個 是更多人 還有有一班班底 那班班底都是很學露神的 在聚會神的同在加強的 在我自己帶領的聚會呢 我都感受到聖靈的同在更加強的 就是和我自己祈禱是有分別的 我很感覺到這個分別 那麼也都是 那些人的投入程度 因為我曾經帶領過那些聚會 有些很強烈的 因為其實那個保持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 而我真的不能夠有這麼多時間去祈禱 所以我就沒有保持最強烈的同在 但是如果我遇到一班學露的人 聖靈的同在就會加強的 因為我知道那個方法是怎樣 親近的 那麼如果那班人是投入 很放的話呢 會加強的 我剛剛去一個聖教會那裏 去帶領廣道 然後他們很投入 那麼當時說 有一個人是在座位坐著的 他即時都感受到能力 這個是兩三個星期之前的事 他即時感受到能力 然後就有些積極 那不是按手的 是他聖靈的同在 在這個地方加強 那就是說那班弟兄姐妹的同在一起同心 都是很強的 所以不要說 有些人那些才是 那些搖搖搖的那些不是 其實搖搖的那些投入 都可以進入回這個境況的 就好像那杯水 就是有人管 有人管 有人管 我們越追求愛慕神 處理生命 完全衛生就更加加強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這個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OK 就是我明白姊妹說 很多人呢 只是洗了奶 但又沒有被聖靈很充滿的那個原因 他們的經歷 就是我最初都是在傳統教會 基要派 那是有聖靈同在 但不是充滿 就是比如祈禱這樣 都有一些代討的事項 全部討完 那就走了 就是有討告 但是那個 就是在腦裡討了就可以了 還有有查經 查經 查經都沒有什麼討告的 就是理性查經 查完就查完了 所以很長時間 都是在思想上去 去認識神 就沒有親近神 討告都不是親近神 討告都是講話 跟神講話 根據代討事項講話 這樣 就是有聆收的 是 但是後來 後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參加了 不知道什麼最後 又拿了一本書 拿了一本書 那本書 就叫我們十天 就是每天分別的時間出來 就在神面前 就在神面前 就把那本書 用感情來讀 這樣 宣讀 對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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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環境 就是沒有其他人的 自己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家 但是真的打開心 對著神 去宣讀那個 那個聖經 不是那本書 十天 就是叫你的靈裡面 能夠重新踴躍這樣 就是跟神講 十字架的救恩 在我生命裡面 我歡迎你 諸如此類 或者是 任你怎樣去帶領我 就是向神這樣講 是吧 就是你給我什麼 我都要這樣 那突然間有一下 哇 之前聖靈很大 很大的同在 熱到你不得了 整個真的 就是被火燒 一個人做過自己 那後來我都 後來我都把這個經歷 告訴我 我一個靈修導師 他就問我 你有沒有平安 我說有 有平安 他就說 這個就是聖靈的囚棍 或者是聖靈的充滿 或者是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傳統教會長大的 可能都要幾年 才遇上這個情況 就被開啟這樣 我分享是這樣 謝謝 聽不聽 牧師要開一個麥克風 哇 那是 主要是 和心靈的心處親近身 是 毀身的時候 人是可以經歷這麼多的 那我都會說 在聚會是更加要經歷的 但是呢 需要個人 個別去繼續保持的 不只是聚會經歷就算 OK 好 其實呢 也都有時候 聖靈的工作 有時候看過情況 比如 其實我剛剛放了 放上網 一個 一個影片 但是那個影片 是沒有 只是有個slide 就是姐妹分享 聽我的祈禱錄音之後 有的釋放的經歷 那就是 在 我放了上YouTube的 剛剛放了上去的 那你可以聽聽 他 他就是 其中我們一個 上這個Zoom課的人 他在這個Zoom課 他都說 當我一祈禱 他馬上經歷到神的能力 然後他又說到聽 我跟著我傳我的祈禱錄音給他 那他聽的時候 也有更多的釋放 那這個就是 原來人的開放 還有他那個需要 就是有些人很需要的時候 他會經歷到 性靈症 OK 好 有沒有回答到 有沒有問題想問 我就回到剛剛那個 日頭變為黑暗 月亮變為血那個 我這樣問 是想問 是不是月亮 要長時間變為血 日頭長時間變為黑暗 才知道那個日子呢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訂上網說月亮 什麼日頭變為黑暗 訂上網 又說 末日又來了 接著月亮 稍為變成暗 又訂上網 又說 現在就是末日來了 這樣 OK 在耶穌馬太福音24章 那裡 他就在 第29節那裡說 那些日子 那些災難一個過去 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跟天上墜落 天氣都要震動 這個是講到末日那個時期的 這個是 整個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又不放光了 眾星在天上墜落了 這個是很明顯一個 天氣很明顯的改變 和這些人所說的 是同的 就是有些人 我聽到有些人 經常都說什麼 Red Moon 這個紅月 就是幾多次就會 耶穌回來了 那這些又是 我就是覺得 聖經什麼時候說這件事呢 他們就很 很喜歡用這些 很喜歡說到一些預兆 聖經沒有清楚說到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很可惜的 為什麼那些人要這麼 去注目在這些的事上呢 而不是清楚看經文呢 所以我不贊成那些人的看法 就是 今次月亮有些 小小不同了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這樣的情況呢 那我覺得 OK 麻煩牧師說 那我可以說給別人聽 OK 其實有很多網上的說話 其實很重要就是問 它那個經文在哪裏 而我們 要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需要經文的清楚之前 我們才好 develop那個教義 但有些人就講到 Red Moon 他就當作是教義這樣的 那也有些人就說 現在呢 在以色列 就有些人 其實他現在還沒建聖殿的 不過他說他自己 一直在做一些儀式 在某個地方在那裏獻祭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應驗第三個聖殿重變呢 那這些 我真的覺得 不肯定的 那甚至有些人還在說 是2021年就會應驗的了 那大災難開始 結果又是沒有發生 就是 很多人就會 又說到有隻熊牛 就是因為呢 要獻祭那隻熊牛 那現在已經有熊牛的出現了 那又說 耶穌快要來了 就是真的有些人 很喜歡找這些 跡象 而不是有聖經的根據 有些人專門做這件事的 他經常都這樣說 又說 很喜歡說什麼光明會 這個Masonic 光明會 那個Masonic 我忘記叫什麼 就是有些會 他們控制全世界的 那現在已經發生著了 那他就天天就說 他現在又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那我覺得 聖經不是叫我們看這些事情 聖經叫我們看的 是說到 將來會有大災難 但是災難之前有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 地震 飢荒 瘟疫 戰爭 這些我們是聖經看到的 也都會越來越熱 聖經有說到很熱 將來 那這些是我們看到的一些跡象 就是海嘯 那我們知道這些 先嘯是聖經有說的 還有有假先知 很多假的教導出來 那有些網 就專門做一件事的 經常都說 現在又應驗了 有些什麼應驗了 那就是 誇眾取寵 就是希望有多些人跟他 多些人支持他的事工 那我覺得這些 不是我們應該的目的 應該的目的是 我們怎樣興起人 很多人說末世 就是說 現在有什麼發生 什麼發生 我就總是要去回大使命 大戒命 我們有沒有愛神 尊重神 全人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預備好人 在末口日子都站得穩 這個才是重要的 什麼時候發生 那有些人就注目在這些 我們要分辨這些 這些的預言 就不要相信 OK 還有沒有人有 目的是用來代討 你再說一次 他們的目的 就是為這些事情去代討 代討 OK 但問題就是這樣的 他講的先兆 是真的先兆 應該是聖經所講的先兆 先好講 不是聖經所講的 不要說現在是應應 但是現在有這麼大把的原應 我們用這些就足夠了 不用說一些 紅星 幾次 有發生 還有計算連續 今年就是 猶太歷 第幾一年 就有什麼發生 結果也是沒有什麼發生 就是有些人 總是很注目在這些 這樣的事上 我想說 我講的 是 他們說那些 光明會或者什麼 做了什麼行動 又有什麼發生 就是他們 他們要一直跟進 用來代討 發出神的命令 發出神的說話 將這些事情去瓦解 他們認為是同神同工的 是 我自己覺得我們是需要代討 但是聖經講到代討 是主要為了 猜獻工人去收他的裝甲 還有叫工人有能力 有智慧功能 開福音的門 他們那個代討的觀念 就是說 現在瓦解魔鬼的作為 是不是真的瓦解 我不知道是不是瓦解 就是 聖經講就是魔鬼的作為 會越來越多 到底是瓦解 還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去瓦解 這個就是一個 也都是一個 代島運動 到底它裡面所說的 是有多少 合闊聖經 我曾經也有一次 回應到這個代島運動 就是 它裡面有些說的話 譬如說 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 就是 不同的地方 你有這個 有仕途 你們有那個權力 那你的地方 那七座山就會無覆的 那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很質疑 因為聖經不是說這個世界會更加好 是說到這個世界 是越來越多黑暗的權勢 我們祈禱是 會將活後的日子的黑暗權勢 拿走的 反而是叫我們有更大的能力 就是 這是 我覺得 是 聖經所說的 這個世界並沒有說到越來越多 這個我可以個別再同清的 就是這方面 就是有沒有人對於這方面 有什麼回應 我想說說 先說 怎麼會說到 關於那些月亮 天上的遺像 那我想說 除了馬太二十四章 就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也都有說到 在末後的日子 在十節那裡開始 就是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公解民國 要公解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飢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遺像 和大神跡從天上顯然 那這裏就是講到在末後的日子其中一些的先兆 那這個 講到這個情況 可怕的遺像和大神跡在天上顯然 那這個很明顯是可怕的 就是月亮相為同一些 這些不是可怕的遺像 還有大的神跡在天上顯然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大災難的時候發生的 就是基督那個彰顯 他那個全世的彰顯 因為他由天上墜落到地上去 魔鬼全世墜落 那魔鬼呢 那到時就會在天上都會顯出一些假的神跡 那這個就是 我就覺得在末後的日子 那至於有些人就說 有些什麼月亮那些 就是真的正經是沒有說過那樣的 還有個人有什麼想問 我有啊沒事 我想問呢 有些教會呢 譬如說要輔導或者醫治釋放 要錢譬如說一次呢 二百元 就是之前呢 幾年前有一個其他的姐妹跟我說 她說 你叫我參加找這些 我心裡想 在聖經上面沒有說是 給錢 人家收錢 來跟那個人討告 我第一次聽 我覺得這樣呢 真的有些教會啊 譬如說香港 慢慢呢 我接觸 再接觸 再接觸 再接觸到有些教會呢 那些教友真的這樣做的喔 是啊 但是我要問過我的 教會的同工 我說真的有這回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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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個角度去想 他說 他說 可能他都要 就是 租那個教會呢 要交租的 所以去那裡 忍著 跟你祈禱 譬如說 醫治釋放 或者祈禱 就是聊天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譬如說 一個小時收 兩百元 或者是 兩個小時收兩百元 有些收四百元 都是有些簡稱 他那些祖 這樣給我解釋 他說 你如果是這樣的方法 你容易接受 一些 是的 所以我一直 聽過 我都沒有去過 因為聖經上面 就是沒有說 我要收錢 要去給人家錢 人家幫我祈禱 或者幫我分享 我覺得 不需要了 我一直是接受不到 但是這些呢 合不合聖經呢 OK 是的 OK 首先呢 這個是跟我們現在說的 有沒有關係 我們 階時都分別 因為我們 這些問題 你可以個別問過的 我們階時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我會這樣回答的 他講明給你聽 他的收費 不是一定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工人收工假 是應該的 他們說明 我們服侍好 我們收錢 因為我們這裡不收錢 不代表人家不收錢 因為他們需要 付租金 各樣的東西 工資 他真的需要錢的 他說明的時候 就是一個額外的服務 我覺得是 好像 賦道的服務 有些地方會收錢的 這個不是錯的 那 就是看他們 看這個角度 我就不會說 他們收錢 這件事是錯的 我不會再說 但是如果人 去做這件事 比如我聽過 有非洲的地方 有些聚會 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 一個人 祈禱 你就要付錢 給錢 跟著你排隊 就會為你祈禱 這些我覺得 做法 是令人很質疑 他的動機 我會鼓勵 你自由奉獻 你奉獻了 我才可以為你祈禱 我們主要回到主題 那裡 我們 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那我 我自己 我是覺得這樣的 是 到底 有多少經文去支持 這個東西 有沒有清楚的經文 有沒有經文去支持一些東西 那 就先講到代祖運動 到底聖經講代祖是怎麼樣呢 我都曾經發出過一個文件 關於代祖的 因為我聽到一些東西 我都 覺得他們有一套新的神學 而我在經文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都問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神學呢 到底聖經強調代祖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就是 還有講到抹世是怎樣的情況呢 抹世是否會變好 或是魔鬼的勢力越來越強呢 那麼 是我們 就是祈禱的作用 和我們傳道的作用是什麼呢 那我從時候 聖經我看到是 是 叫基督徒更加有動力 更加差派工人去收他的莊家 但是聖經是講了門口日子 就是 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發生的 這個是聖經很清楚說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是 我們要分辨那些教導 合適在哪裏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那沒有了我們就祈禱了 那我們就 希望大家投入 投入 深信神的愛 深信神的祝福 深信神呢 是很樂意祝福我們 有這個信心去親近神 是很不同的 好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那你關了麥克風 你在那裏 你都可以跟著我呼叫耶穌 和心靈呼叫出來 那你可能有些人會發覺 立即有起落湧出來的 那方法基本上是怎樣呢 好像整個心靈歡迎耶穌 整個心靈湧向耶穌 整個心靈湧出來 那用個聲音幫 那爲什麽用個聲音幫 就是好像 有一件事在我心靈發出 那我就說 好像 想像我們的心裏面有一種 感激神的心 在那個心發出 啊 在那個心那裏放出來 鬆出來 那我就發覺很多人 在這樣做的時候 即時有起落湧流 那這個都是加強 我們聖靈充滿的一個方法 那最重要的是 那個心是感激神 愛慕神 體重神 遵從神 遵從神 做了神吩咐的事 就不是好像 我只是追求笑而已 我們是追求更大 被聖靈更生 被祂改變 OK 那我們一起 你可以的話 你方便的話 你就站起來 親愛天父 多謝你 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有封聖的慈愛 和恩典你是 是一位慈愛的神 一位大能的神 救主幫助我們 打開我們的心門 時事呢 親近你 仰望你 感激你 讚美你 神你真美善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像你的 沒有人像耶穌 沒有人像耶穌那麼美善 沒有人像神你那麼大能 凡事都能 你能夠祝福你的兒女 你都看重你的兒女 每一個你的兒女 都是寶貴的 在你的眼中 都是非常寶貴的 你是很想大大祝福我們 我們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搬起你 我們以耶穌華為樂 神你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你都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我們想到神你的恩典 我們就搬起快樂 我們想到神創造我們 我們就搬起快樂 創造我們身體這麼奇妙 創造這個宇宙這麼奇妙 這麼多種種植物 這麼漂亮的環境 這麼漂亮的蝴蝶 雀鳥仔 魚 我們見到真是很漂亮的環境 我們多謝天父 我們發覺人去到自然界 在家外真是很舒服的 我們都可以 有時候用一個方法就是想一下 好像我們現在在天堂 再沒有煩惱了 那樣的時候更加容易放鬆和喜樂 我們可以想像 將來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幾好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再沒有煩惱 再沒有憂慮 再沒有擔心 再沒有罪惡 再沒有仇恨 再沒有仇恨 競爭 多謝天父 在那時候我們真的會完全的喜樂 充滿神的喜樂和愛 求主幫我們在這一陣子 都嘗試放下一切的重心 不要介意別人對我們的傷害 不要介意別人所做的一切 而是全心信靠神的恩典 信靠神的大恩大悍 全心感激你 愛慕你 歡喜你 我們的喜樂來自你 求主教導我們不要追求世上的歡樂 就是覺得吃東西去玩才是我們歡樂的 而是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有很大的喜樂 是世界給不到我們的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經歷更大的喜樂平安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大悔 多謝天父對我們這麼好 我們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耶住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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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讚好 神呀你真的好好的 我們好感激你 神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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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美好,你對我真好。 神真奇妙,神真奇妙, 神真奇妙,你對我真好。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你對我真好。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神你真美善,神你善待一切, 愛你的人,親近你的人,遵從你的人, 你一定會善待。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開心做人, 做一個開心快活的基督徒, 全心感激你,沒得開開心心,輕輕鬆鬆, 因為神你會照顧我們一切, 我們所有的需要你會照顧, 因為你會照顧麻將, 你會照顧百合花,你都會照顧我們, 我們更加比他們貴重, 我們是非常寶貴的, 所以你一定會照顧我們, 我們愛你,你一定會照顧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感激你, 全心喜悅你,讚美你, 歡喜你,以神為樂,以神為榮, Hallelujah,神你真好啊, 我們喜悅你,我們感激你, 我們拔著你,我們願意走你的路, 願意將生命完全奠上,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可以影響周圍的人, 當我們祝福周圍的人, 全人呼應建立的靈,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很開心的, 神一定會加力給我們的, 神一定會賜聰明智慧我們的, 多謝天父,感謝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聖靈的充滿, 求聖靈大大充滿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 幫助我們被聖靈更新, 並且帶著聖靈的能力去釋放, 去祝福人, 也都求主幫助我們聆聽到神的聲音, 留意聖靈的感動, 叫我們知序啊, 帶領我們怎樣去遵從神啊, 或者是領受神給我們的教導, 領受神給我們的方向, 指示,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我們就感激你, 我們多用時間去學上你, 愛慕你, 感受你, 思想你的美善, 喜悅你, 行你的路, 主要求你興起精兵, 在我們當中的求主興起我們, 真是我們去想, 我們這個星期我們怎樣去祝福周圍的, 我們見到的人,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去向他們傳呼, 怎樣關心他們, 怎樣建立他們的靈命, 求主賜給我們這個動力, 神啊, 我們願意為你發光, 願意為你大發光輝, 讓人看到我們, 看到你有你的慈愛和平安喜樂, 讓人看到屬耶穌的人是美好的, 是有愛心的, 主求你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恨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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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變我,主要懇求聖靈改變我們,懇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亦都幫我們從心靈去愛慕你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和我們的靈都去愛慕你,我們整個思想承認神是最好的,神是最美善的,神有很多恩典的 我們的意志,我們決意跟從神,榮耀神,全陽福音變立榮的靈命,我們的感情,喜悅你、歡喜你和你有心的感情 我們喜歡神,我們倚靠神,我們喜歡跟神相交,主要求你幫我們整個心靈去愛慕你 我們都可以呼叫你,多謝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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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耶穌的大恩,多謝天父的大恩,多謝天父的大愛,神你真美好耶穌,你真美好 我喜歡posACE在賭你,我們取母親, costs富美,方愛江提恭喜你,多謝地小意 哈利利亞,讚美耶穌,感謝天父,哈利利亞 我們都嘗試從心跳出來,哈利利亞 好像心去喜悅神,飛去神那裏 好像我們會飛這樣,我們看到耶穌,我們飛去耶穌那裏 這只是一些圖畫幫我們想像,我們好像湧去神,跑去神那裏 耶穌說我們跑去你那裏,哈利利亞,我們歡迎你,我們感謝你 我們喜悅你,我們欣賞你,我們拔著你,我們需要你,哈利利亞 多謝耶穌,哈利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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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天父,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 哈利利亞,神你真美好,神你真美善,我們有神萬事足,有神就有一切 感謝耶穌,主啊,求你的靈照灌在我們身上,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加力給我們,哈利利亞,感謝主,祈禱奉主耶穌聖命,阿門 好,有沒有人,你有經歷聖靈的,你可以分享去鼓勵其他人 都鼓勵你自己,讓你記得,神經這樣充滿我,有沒有人想分享? 牧師,我有啊,你最好說祈禱的時候,我那個口呢,不停地這樣 神加重了神的同在各方面 這個就是方言,這個就是方言 是,還有那個身體啊,一直是搖動到現在都是 你每次呢,是啦 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 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 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路嘆 神經歷,神經ких在一起 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 神經歷,神經歷的等級 神經歷一月 祝送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